简单讲讲我的一些小建议吧 因为我就是从最普通的小卖家 最最基础的新手过来的 我没有什么供应链资源 也没有什么资本 也没有什么运营技巧 就是靠自己摸索 可能我当然 我可能做这个比较久一点 靠着自己摸索平台的规则 然后一单一单出坚持下来的一个小卖家 所以我想我比任何人都有资格 给给这些新手 给大家分享一些实操的建议 我知道很多人会跟大家说 我们要做丝模 我们要定制化 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是新手卖家 尤其是那些没有资本 没有资源的草根创业者 选品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要活下去 我要出单 对不对 只要这个内幕 这个产品能出单 我每天能出三单 五单都可以 对吧 只要我能靠着这些单 慢慢熟悉运营技巧 然后保证有收入能活下去 就可以了 这是我的目的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们忽悠的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知道吗 你私膜你去做工厂是有条件的 你做一个私膜 我不一定给你做 你做一个私膜 我要给你一下多少钱 对吧 多少钱没了 然后你的起地面 多少 至少几千一个 那你还是新手 你又没有钱 没有资源 你的运营能力也没有 那如果你就算 你拼尽权力 砸进去一个产品 那你没做起来 那么你就不就彻底废掉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那我就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一些小建议吧 好不好 做一个视频 首先第一点 我是建议大家一定要从做自己最熟悉的产品入手 对不对 假设你骑行多年 你非常喜欢骑单车 去搞远行 那你就要想一想你能不能去做做自行车相关的产品 对吧 你是宠外号者 你是猫奴 你是养 喜欢养狗的 那你就想一想你能不能去做做宠物用品 那你说你已经做了几十年厨师了 几十年可能你可能你自己做厨师出身 那你就想一想 我能不能做做厨房用品 为什么 因为你对这些产品你熟悉 你自己就在用这些产品 你自己就知道这些产品有哪些痛点和卖点 以及你需要的注意视线 对不对 如果你突然猫猫然做另外一个产品里头的一些坑 一些需要做很多的认证 你都不知道 所以说你做熟悉的产品 比你猫猫然去做你不懂的产品 你的起步会更快 第二个建议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做差异化产品 我们可能短期内做不了丝模 但不妨碍我们去寻求卖不同的东西 知道吗 因为颜色尺寸 你配件的增减 或者你工艺质量的改良 或者你多pieces组合出售 这都可以去做差异化 对不对 总之我们的选择就是 尽量不要去做跟别人一模一样的产品 至少你也不要有说有几十几二十个竞争对手的 都在卖同样的产品 对吧 可能你现在调研链有一两个在卖 那你还能至少切入进去 对不对 那差异化的话 我就有几点想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差异化的本质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去做差异化 而不是你自己瞎想再一银出来 你不可能欧美人股价普遍就是比我们中国人大 比我们华人比亚洲人大 你就说你做衣服的 你要去卖特大特小号产品 或者你别人欧美人普遍就喜欢黑色这些颜色 你说你要去搞一些什么骚绿色 那就不是什么差异化了 那你就是傻了 知道吧 所以说 那我们可以怎么去寻求这些差异化的灵感 我跟大家说一个 我们都会去做 所有卖家 大卖家 有经验的卖家都会去做 毕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去进行review的调研分析 然后挖掘痛点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对吧 你要做什么产品 那你就去把你产品的竞争对手的差评 去看一下 举个例子 假设那个产品里头说 这个东西太小了 太短了 那你就可以赶紧去联系厂家 去找找能不能有大的长的产品 出来 对不对 然后去替代 那这个的话 如果有 那你不就寻求了差异化吗 你也能满足这部分买家的痛点 对不对 第二个差异化 我想跟大家里头讲的一些东西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做到什么功能下的功能的革命性的改变 我们更多的只能去寻求可能这种颜值的改变 那这个颜值的改变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是颜值 因为颜值我们最简单 最能去摄入 对不对 还有一点就是颜值它可以很直观 很直观 很容易的 用图片 用主图 去展现我们产品的差异化和优势 对不对 大家 我举个例子 大家就懂 你看这个可能市面上 大家 我这种修理工具 是不是 普遍都是这种黑色的 或者这种形状的 对不对 那这个卖家就别人很有很有想法 他就去找这种银色的 对吧 然后和这种形状的 那这不就是差异化就出来了吗 对吧 当然这只是举着一个 一个粗糙的例子 还有一点 就是在差异化的过程中 你在颜值改变的形状改变 可能很多质量 质量你就会有一些改变 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你在亚马逊品来说 你一定要一个永恒不变的原则 你一定要卖质量好的产品 不然你后期别人退货 以及各种差评会让给你带来无尽的麻烦 这也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不要想着卖这种垃圾货 好不好 你做亚马逊 你长久生意 你一定要卖质量好的 第三个差异化 可以给大家的建议 就是当然一定可以组合各种产品去卖 你不管是你很多周边配套的打包 还是那种多PCS的组合打包 对吧 这个还是 就跟这个修理工具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的时候 你看这种就单品卖 对吧 你看有的卖家 我就给你组合起来 对吧 我就给你组合 多搞一点东西给你 反正你肯定在修理车工具 你不仅有工具 你还有这种粘的 对吧 还有这种镊子 什么各种 你看这个卖家 就更显得周到 对不对 那你不是 你不是要修理工具吗 那我就给你 这个都不说了 我就给你配上手套 我看大部分很多是没有配手套的 这个就差一花就出来了 你肯定有手套 对不对 你在修理的时候 都是这种机油 大家有经验的都知道 那这不就是相当于解决的痛点吗 对吧 这个又不用多少钱 同时你可能在价格上 你还能寻求 再贵个一点 别人也能接待 我不用再去买一双手套了 对不对 然后你又有差异化出来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想 跟这个大家讲一点 就是这种 就是多PC的 多组合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去 通过这个方式 去赶紧选品 多选品 对于新手卖家 这是我给大家 真的是一个非常 中肯的一个建议 其实大家知道 这种多PC的 多组合 多 然后你就要去打包 要各种 可能要 你厂家还不能 一个厂家买 你还可能要好几个厂家 才能组合起来 去 去 去采购 对不对 大家想过没有 就是因为你这种麻烦 反倒简绝的 你这个竞争太大 这个难题 因为一旦麻烦 很多卖家 他是不想做的 特别是大卖家 他就不会进来 做这个产品了 并且你像我 假设你做一个产品 你就出个几十单 然后利润也不高 但是大包组合 累死累活 对我来说 我宁愿不做这个产品了 我不会进来了 但对于我们小卖家来说 这是我们机会 对不对 我加个什么 这种手套 别人就有一部分人 就会来买 我就能挣钱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勤奋 用我们的廉价劳动力 去拼一个机会 对吧 便为可以跟大家实话实说 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以前就是这样经常组合打包的 就是慢慢做出一些单来 然后慢慢挣了一点钱 然后慢慢积累了 所以这是我给这个建议 这个绝对是我给大家 真的是一个 良心的建议 你只管照着我的这个方法去做 你到时候肯定会出单 如果真出单 你记得来评论一下 好不好 最后一个建议 就是大家前期一定要多去选品 当然不是铺货那种 不调研分析的选品 前期你还是要去花很多时间 对这个产品的调研工作 对吧 这个产品竞争程度怎么样 能不能做 然后差一化卖点 看评论有哪些 我能不能去找到这种产品 然后这个产品关键词是哪些 对吧 然后这个CPC高不高 我能不能打 这些工作还是要去做的 这些时间还是要去花的 不是像那种铺货一样 这个产品好 选上来就去做 不是这样子 然后我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只做一两款产品 而是至少都要做五到十款 这就在我看来一个运营 做十款产品是没问题的 那你就抓紧选出十款来 去做一个发FBA 然后同步去运营 发了FBA数量也不用太多 因为前期我们可能没什么资本 对吧 你发个五十到两百个 发过去 然后同步去运营 因为谁都没法保证说 我选一款产品我就能卖爆 我就能卖 我就能出单 对不对 那如果你前期所有的时间 今天都只做一两款产品 那你发货过去 你卖不动 那你有事干吗 你没事干了 你不是玩犊子吗 你不就对亚马逊完全丧失信心的吗 对不对 所以说你有五到十款 至少还有一个机会 对吧 你出单概率就会大了 那东方不量西方量吗 对不对 并且如果五到十款 有一款卖的很好了 那我可以赶紧大力的投入 深入的去研究这个产品 对不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就算其他 我选我十款产品 有一款做起来了 其他九款做不起来 也没关系 就算你九款产品的钱 我全扔掉 就库存我全部气质都没关系 我有一款做起来了 那我相当于用十款的前期投入 那些就是我的成本而已 对不对 我用十款的成本来做出一款来 就够了呀 这样一想 对不对 那你就有信心做下去了 并且你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增长 那你就能养活自己了 对不对 我想我今天做这个视频 真的我是有真的好好去想 我自己做一个新手卖家的一些总结 我觉得对你们肯定会有用的 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纯分享者 我不会带任何的一些利益在这里头 所以我我真的是想帮助大家 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用 记得给我点赞吧 我有没有目的 我有啊 我要做 我既然玩这个头条了 那我就要把粉丝玩多一点 我要证明我的能力 我这就是我的目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 觉得我分享东西对于有用 那就关注我 评论我 点赞 谢谢你